大家好,当病人知道自己幻想乳癌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通常都会问 医生究竟我是属于第几期的乳癌呢? 一般来说,根据我们国际研究和AJCC的分歧方法 我们会将乳癌分开做TNM三个部份 首先,T就是肿瘤 由肿瘤的大小去做分歧 T1就是肿瘤小过2厘米 T2就是2至5厘米的肿瘤 T3就是5厘米以上的肿瘤 T4就是肿瘤已经侵蚀到皮肤或胸肌 N就是Lymph Note Lymph Note就是液下的淋巴 通常是医生会做检查 会摸一下肿瘤的肿瘤有些增大了的淋巴核 另外,乳房造影或超声科也会偵測到 看看是否有些异常的淋巴核 从以后N会去做分歧 最后就是M M就是全身的检查 去偵測,看看有没有地方有扩散 乳房乳癌最常扩散器官分别是肝、肺、骨 另外,亦容易扩散腦部 至于分歧 最新的分歧方法亦会融合肿瘤的对标靶药和对荷尔蒙受体的反应 从而有一个更清晰的画面,知道病人的医治方法有多少种